好朋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老師好 你們好聽喔 這位也是姓吳啊 也叫做吳啦 我是玉如 然後這位是我們的這個 新科的負責人 公司負責人 吳冠廷 吳老師 我是冠廷 對 你這麼很科興一直笑 雖然他的那個口罩沒有拿下來 但他一直笑 冠廷先介紹一下我們的 原野花藝 原野花藝是 他剛剛登記 那因為呢 登記的理由是我們的 民進合作社 也就是民進在行銷 我們三星在地的 銀柳的一個這樣的 產銷的運銷合作社 產業運銷合作社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冠品 跟大家分享 你怎麼樣讓銀柳 跟花藝來結合 因為大家只知道 銀柳是用插的而已 那怎麼樣讓它 轉型成一種文創 讓它更久的保存 對 因為銀柳 我們大家知道的話 其實都是在過年春節的時候 然後常見那種花會的 對 所以銀柳 然後銀柳 像這樣子 對 那它其實在欣賞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鮮花的插頭 跟把它直接擺乾 就像乾燥花這樣子一樣的做法 對 那銀柳其實它真的是 變化性很多的花材 對 因為像乾燥花其實我們 還蠻崇尚那種毛茸茸的花材 就是很有夢幻的感覺 是多肉植物那種 上面的毛茸茸 對 對 那像銀柳其實 其實它也是蠻夢幻的花材 夢幻花 對 你看它這樣充滿絨毛的感覺 對 可是常常我們都在過年看到它 我才看到它 對 可能都綁了什麼爆竹 蝴蝶酒 可能覺得它就比較太傳統的一些 對 那因為它其實是很好的乾燥花材 那種它算是屬於木質類的植物 所以它在保存上其實也很耐久 對 那 因為這樣的特性我們就覺得說 它是很適合拿來做一個 乾燥花材 可以作品上的利用 不會像一般的插花是鮮花 然後很快一周就沒有了 對 就連在乾燥花裡面 它還是屬於很 CP值很高 可以放很久的花材 對 沒錯 比如說玫瑰讓它乾燥 但是它很快就 可能半年就褪色了 了解 那你鮮柳放兩三年 都還滿滿的 當然我們希望每年都更新 才會招財進保 對啊 真的招財進保 那老師 你今天將鮮柳這樣子一個花材 或是怎樣的一個文創的展現 怎麼樣文創的一個展現 我們就是 我們這樣打破我們之前 看到鮮柳的那種就有點影響 我們以前看到鮮柳的那種很大盆的盆花這樣子 放在瓦裡面 對 放在瓦裡面 那我們今天把它解構 試著讓它去重跟 要秀跟精緻的方式 你教我來 對 好 來 你教我 你現在有什麼材料 對 像我們今天是 把它做成磁羅花 把它做成一個更新的 一個乾燥花的作品 對 所以要怎麼樣 你教我來 好 我們現在 各位觀眾 你可以自己DIY 那老師其實準備了很多素材 分享一下 對 那像我們今天做 這樣簡單的準備 像前面 我們的主角當然是移遊 對 這個是我們剪的小段的移遊 對 那像前面這個是 做成永生花的繡球花 是 對 然後 對 繡球花 對 繡球花 那這個也是 所以一些落葉也可以應用 所以其實乾燥的食物 就可以被稱作為乾燥花 其實都可以放進來 做的一件這樣 像最近可能過於松開落葉 松開在落葉 乾燥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放進去 所以是收穫也可以 對 那些都可以 對 乾燥花其實 基本上是很廣大 好 那它整個布局 就看過的人 對 因為我們的浮遊花 它其實可以看到 它就像這個萬花種一樣 它裡面的花材 都還可以放進去 對 我們就講這個 配色的代表就好 它是蠻適合初學者 製作的一個 乾燥化的作品 好 那我今天呢 為了要行銷 以及推廣我們在地 很多的農民 就是主作 子重營友 或者銷售營友 這種比較線性式的 一個經濟而已 那透過呢 培育了我們在地的 這個宜蘭大學園戲 對不對 對 原藝戲的高材生呢 他留在宜蘭 他原來有這麼好的記憶 他可以到大台北去當老師去監客 但是呢 透過他留在宜蘭 然後創立了這樣一個 原野花藝的工作室 就是希望呢 能夠把宜蘭很多的這些 花草樹木 可以翻轉成一個 比較永續 同時也有更高經濟價值的作用 對 是的 就不論是野花野草 或者是像我們宜蘭特層的這種營友 其實都是很不錯的素材啦 對 從美感的方面出發 對 當然還有文化上的意義 其實都是很難的 就是我們去做這樣子 從文化上的一個 所以每一個作品都是有故事的 對 可以這麼說 對 像這個就是 中了一甲子 營柳阿公的營柳樹 對 營柳阿公的營柳都比我大 哇 比大 也比我大 對 好 我們今天呢 我來示範給大家 我要以營柳為花材的主要材料 所以我要放很多錢可以嗎 可以啊 我要放很多營柳下來 我放多一點就照太近了 比較多 這個太喜歡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對於營柳都以為 就是擦在客廳這樣子而已 但它其實就放在自己的書桌 辦公桌 然後它又毛茸茸的 感覺就很療癒 對 它療癒 而且它的技術又這麼的好 技術很好 對啊 營柳 所以呢 各位老闆 你一定要讓你的員工 每一個人多上了都可以 招財勁寶 就是要放很多的這個營柳 老師我都放喔 好好好 這樣子真的是 真的是滿滿的營柳阿 滿滿的營柳 完全都沒有浪費的營柳 那我放一點點就是 其他的素材 對 我們這樣放一些 其他素材去做點作 好的 好的 就是除了賺銀柳 還要賺那個零錢 是的 好的 一毛錢都不要放 金分一點點 金分一點點 就是我禮拜前會賺 這個 這個繡球花 好像可以肢解喔 對 我們可以肢解它 因為整搓放進去的話 可能會讓它有一點水洩不通 對 對 我們稍微做拆檢之後 它就可以在裡面 比較自由的補貢 那你說浮油 是那個游泳的油 不是 游水的油 不是 也有人會稱作 游水的油 因為我們今天 游泳的油 真的嗎 那你幫我加 對 那我更喜歡稱作 游泳的油 因為游泳的油 比較有種動態跟 夢幻的感覺 錢 錢能夠游來游去 對 錢是滷水一般 能夠流動 很好的 周轉要靈通 是 這樣子夠嗎 這樣子 我們再加一些 好 加一些 對 因為我覺得 橙色也很 對 橙色也很 對 好 這樣可以 那我們今天還是 幫它灌油 好 灌油 對 像浮油花的這種 搜球花在灌油之後 它都會變得更臭品 去增加它的專長性 這是它的立即感 對 它整個就看起來 非常的驚靜激動 而且也能夠增加它的 保存期限 可以更容易保存 所以它是礦物油 跟植物其實是很 能夠融合 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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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可以保護它 整個天色 不要退卸 喔 好了解 對 他們最後都會再用這個 油增 慢慢的幫它平滿 對 如果一次跑出來這樣 對 這樣會比較好操作 對 這樣會比較好操作 對 哇 好多銀兩喔 對啊 這都真金銀兩 很會成底的 哈哈哈哈 真金銀兩喔 各位好朋友 是的 然後我們這還有一個 平內塞去防止它的油 會露出來 對 對 好 這樣子我們的蔬油花就完成了 這樣看起來真的好多營養 游來游去 對啊 這樣非常多的營養 對 非常的療名 這樣的氣泡感覺 氣泡的感覺 對 對 這樣子的效果 好 各位好朋友 這就是呢 我們為大家今天特別 要特別介紹 明慶呢 我們的農產業交回座社 所培育的在地青年 讓它留在我們自己的家鄉 然後呢 又可以呢 將家鄉的一級產業 翻轉成二級 甚至三級 帶著大家導覽體驗 那我們希望說呢 我做的這請送給你 希望它能夠 這個新的工作室能夠 銀兩滿滿 謝謝妳 謝謝 成功 成功 大成功 大成功